台北土中华新闻继续来看 六甘定京华社区这支提供修法文化 特别开始理动修法班 按基础开始教 让教育修法的经验 可以学到不一样的理解 当时按厦师当中 来了解修法结束的美好 哈讯很安静在修法 老师也一笔一笔慢慢教 这是六甘京华社区开始的理动修法课程 还有爸爸妈妈背着小孩 做回来上课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文化 然后这样可以连续他的耐心 对啊因为小朋友现在在成长在学习 那有这个好的环境 那有这么好的师资 那我们当然就是让他培养一下兴趣 修法文化能够让心情冰净 也能当时困难手跟铁铁的协定性 这条课程让大家出进心心健康 要好想还是分享 这会相受修法促逼 今天是我们景福社区一年一度的 书法班正式开课了 我们景福社区书法班 现在主要是以小朋友书法班为主 主要是让小朋友学习到 我们汉字的文化与悠久的传承 当然书法对小朋友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利的 他们可以练习修身养性之外 还可以练习定力跟手的灵活度 我们社区也有邀请到我们社大的老师 非常优秀的书法老师来进行教学 也欢迎我们镇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对书法有兴趣的小朋友 大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 今儿通过书法科修身养性 给你任何东西 也能带回下司法的落手 大众华新闻林桂英 罗江彩虹报道